严品红老师说你孤独 你孤独吗 不孤独吧 孤独寂寞和无聊是不一样的 寂寞是没有人陪伴 孤独是有人陪伴 却依然寂寞 你是无聊 无聊就是内心空虚 所以对于生活没有真正的向往 有恋人在身边要忙着去拍照 有美食当前不享受 也要去拍照 只为了引人注目 有人在电影院里等着你看电影 你要在那儿跟几个粉丝聊得火热 你无聊而已 那样的生活除了热闹之后 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你就觉得很可惜 一个男生长得高大帅气 一个女生也算长得漂亮 成天干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而生活当中的本来 没有一点点去珍惜 所以你们不过是在凑热闹吧 行了 热闹完了 该散场了 就这样 为什么图老师会对你那么气愤呢 是因为你这个事情做的世界了 现在最应该干嘛呀 退席 大学真是就应该学习 毕业之后你们会后悔的 现在说都 当时老师跟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也不懂 说你们现在不好好学习 大学毕业以后一定后悔 不明白啊 十年之后有一天夜里 突然之间想到一个什么事 把十年之前的教材拿开一翻以后 说这个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十年前我就学过 可后悔了 每个人都别忘了 为什么去大学里读书 到底为什么谈恋爱 如果爱这个男生 时间要给他 如果这真是你爱的女人 你要帮助她 一起前进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两 其实我觉得遇到一个 能让你心动的人是不容易的 咱们俩在一起 我觉得你做的事情 有的我都挺感动的 你不是不喜欢我玩手机吗 或者是直播什么的 这些其实都无所谓 也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跟一个人一直在一起 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要能稍稍改变一些 我们俩还可以再想一想 但是你现在做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觉得我可以为你改 改一点 可以变得不再那么爱直播 谢谢两位 谢谢啊 谢谢你们 秦辉 来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人会做怎样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娃童有请 来 见证属于这对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哎呦 加油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好了 祝他们能够开心地完成他们的学业 快快乐乐地成长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晶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我老公从认识到结婚十几年了 之前他对我和孩子都挺好的 就今年我给他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从那以后对家庭 对孩子 对我都不上心了 我一个人又上班又带俩孩子 他从来都没跟我说过一句辛苦了 他觉得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 我真的很寒心 我该怎么继续生活 这就是女人大包大懒的结果 所以女人要学会示弱 学会示弱 学会心疼自己 别人才会心疼你 祝你幸福